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财士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卓卫蒙也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静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意建设性的留言 今节我们就讲讲普京大帝的秘密 究竟什么事呢? 原来有一样军备是令俄罗斯 可以在乌克兰的这场战争上 令到乌军和乌克兰民众都很大 就是无人机 乌克兰拦截了很多俄罗斯的无人机 但不是全部都能拦截 而且成本问题其实很贵 无人机也令到 乌军在大反攻当中有相当大的忌计 所以你知道了,你不要说大反攻是成功 是失败的 现在可以说失败,过了2023年 你不要忘记你叫做2023下季大反攻 现在是2024年了 那你怎么办呢? 后来 他们发现了 这些无人机是什么地方弄的呢? 原来 他们是用面包厂 去组装这些无人机 这么搞笑面包厂? 原来 这些面包厂就会受到美国制裁 不过制不制裁这些都是这样的 原来在俄罗斯中部 一间 是叫做 坦波夫面包厂 原来 他 生产 他也是有面包的,你记住 他生产的不只是面包 西方当局已经注意到这点了 坦波夫的面包厂 不是这么搞笑 坦波夫的面包厂 因为在面包厂里面组装 俄罗斯军队的无人机 小型无人机 而12月 就被列入美国的 黑名单当中的制裁名单 面包厂 是组装无人机? 随着 这个战争日益 主导 是战事 经济状态 战争经济 俄罗斯努力 使这家面包厂成为 克里姆林港 推动民用工业为前线生产 是军备的一个经典 在这家 批发面包的 这个面包厂当中 其实他们国家电视台 是真的 哈哈哈 他们国家电视台 有报道出来这么搞笑 不过可能他想着 树立一个榜样 一位工厂的老板展示了 是6架 贝克斯无人机 旁边 是一排刚刚新鲜出炉面包 他就说 这些面包很香 这个面包和无人机交替 这样 做完面包就做无人机 然后再做面包又再做无人机 那这些面包师傅也挺厉害的 会不会手里有些味道 老板 你说得对 你说得对 这个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 记者 叫做亚历山尼 哇 难怪这些面包还没测入了无人机 这些无人机的新鲜面包的味道 那原来 这是真的 而这家批发面包的 这个 这个面包店 只要这么说 都挺好笑的 是真的 根据俄罗斯官方媒体 对于 坦波夫面包厂 经理的采访 这家工厂在2023年2月 就开始 使用3D 打印 3D 打印机 组装是无人机 这些 3D打印机可以是製造 碳框架 天线 和 相机支架等等 Bacchus这个无人机大部分的零部件 原来在网上购买 所以 面包师傅可以将 每架 你记住真是面包师傅 是真是面包师傅 可能他做到是很容易 手板眼见功夫 这样装 原来面包师傅 可以将每架无人机的成本控制 难怪乌克兰花钱 才使得这么厉害 西方都顶不上 你知道多少钱 270美金 最便宜270美金 最便宜就是 600美金不用 但你扔出来的就是过万美金 两万五到五万劳部之间 根据 这个面包师傅说 其实 这个 坦波夫 面包厂 现在 每个月 引入很多生产 250架无人机 以及 配套的迷你背包 因为他有一些东西装 普京就将国防开支 激增 苗古尼 是 俄罗斯国防工业的一个突破 俄罗斯国防工业 在 战争时 应该 使得这个国家 抵住西方的制裁 我们看到 普京11月 曾经 慶祝 俄罗斯主要的国防集团 叫做 Rostec 当然也有个讲话 莫斯坊、圣比德堡、乌拉尔 西伯利亚和远东工厂 我们总共几十个地区 现在全速加工 多班制 三班岛很厉害 他说 在今天的条件之下 这个绝对是 发展高科技生产领域的 特别动力 只有我们在这么独格 其实是高科技 其实他的高科技总有一些是 比较低科技 等于学习 什么支架 其实很低科技 其实他赢了 我觉得是人手 我觉得什么人都可以组装 应该不难 因为面包师傅 都不是什么 真正正的国防工业人才 难道素地争 素地争 原来很厉害 结果每个面包师傅都是 这个是 搞倒弹 搞笑 当然不会 我们不单是国防领域 而且相关的民用工业领域 都可以帮我们 持续提供军备 原来 看回西方的 研究报告显示 跟2002年 全面出壁乌克兰的初期相比 跟战争相关的工业 增长了35% 而民用生产水平 保持平均 也挺厉害 你记住他已经跟以前 苏联同 以前苏联就倾向一变 现在他都知道 起码他会做面包 苏联解体过最后一年 大家买不到面包 现在他有面包工业 当然有面包 有能有 相关农产品支撑 现在 在 电器设备和汽车製造等等的一些行业 和战争有关的产出的增长 弥补了消费产量的下降 所以为什么去年俄罗斯经济还是有增长 就是这样 这个也挺好笑 反而德国 欧盟的经济火车头反而衰退 这个也挺好笑 俄罗斯贸易波环在2023年2月的数据也都显示 超过500间轻工业公司 已经是转向 军队製造设备 生产 但你不要忘记以前 好像中国一些整车的企业都整个口罩 是 是比亚迪 是比亚迪是其中一家 是比亚迪好像有 所以其实这些东西 他们转身就容易一些 中国转身更容易 等你和老公决一死战就试试 看看 预期他们今年也会为军队生产设备 是出兵初期的4倍 效率 所以西方弄一些一五口径就弄不到出来 弹药的结果 另外在俄罗斯中西部卡鲁河半的 纳别列日赤霍夫镇 其实是一间 这个还搞笑 他是搞这个 冰上曲棍球的那支棍 不是整支是整支棍 原来他就是弄这个战术背心 我说两种东西真的很难联想 你说如果是军事那些 军事那些军事那些反而是似 他的精子迅背心 为什么差那么远 这个很出名的 乌拉尔 乌拉尔是个很传统的工业区 这个地区以前苏联年代已经很发达 这个工业城市 原来有个地方 叫做赤里瓦 賓斯克 这个 一个整豪华露营帐篷的公司 而生产军用的税袋 这个就似的 这个近一点 无形的东西 做这个无人机 还有是做冰上曲棍球棍的 做战术背心 这个真的差很远 而在俄罗斯南部的农业城市 聂日 原来一家人生产 是农业设备的工厂 他就生产 各种的产品 包括排雷装置 这些都似的 而且是双统望远的 这个也不似的 还有 是反无人机的防御系统 好像很高级的 因为 另外 这个第一 人称视角 无人机 即是叫 FPV 对于 战争双方来说 越来越重要 其实无人机也是 俄军向乌克兰发动攻势的重要军备 导致俄罗斯在各地涌现出 100多家 专注于无人机 自愿服务的机构 一些新 涌现的无人机制造商 他们受到俄罗斯 总统普京的邀请 包括面包厂的老板 包括 坦波夫面包厂的老板 以及当地政府 紧密合作 而负责这个项目工作的面包师傅 原来是真的 面包师傅说是俄罗斯 预备逆部队一名宗教 但不是全部 头部就是有些军事背景 其他就跟他 这样也好 有些人教你 当然 他们又说 他们有中国人的援助 什么事 原来 他就说那些3D打印机 有得买 那是Made in China 你也没有说不买 也没有说 不准买这些 这个均文量用 是不是一早卖下的 应该是 因为这些又不是什么高科技 他就说 美国自负责 最坏中国 太过分了 因为中国的成本比较低 所以几百元就可以了 那你又败了 俄罗斯政府已经有意在未来几年 补贴无人机生产 如果补贴 当然 我知道他应该继续製麵包 始终是他老本郎 这些麵包师傅 你如果加工钱给他 他肯做 没什么 对吗 那你再想想下 整面包 有段时间你都能扮下去 的 行划 说实上你可以不断轄�ла 而贮 这一项 面包师傅说 我们现在 现在加工 现在有钱 大家都肯 另外远古 respectful au3d他小器 你成本低 从中国买几百元素 这个低旧价值成本 我们西方的这么贵 所以就換到不成功了 這些錢太多了 當你是買中國的打印機,幾百元 那你整架機也是幾百元 1000元美金,對啦 上次不是說不夠2000元美金 但你那些 便宜一點,也有幾十萬美金的貴 過百萬美金的一家 那你就看看怎樣花錢 再加上補貼 那就令到企業 可以向無人機生產過度 成為一個不可抵抗的誘惑 就有錢賺了,說白了就是 還有一些人 很明顯是出於愛國的心態 有些業餘,雖然說俄羅斯的人 都很反普京,又不是 原來真的有人很喜歡普京大弟 業餘無人機愛好者也會幫忙 他們就會在TG上分享設計和規格 並且通過眾籌 還有一些俄羅斯人的眾籌 捐錢給國家 去製造無人機 讓你以為別人 其實你們真的不可以用自己的角度去看 現在西方就說 你們看到的只是一小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俄羅斯各地 全社會大規模的自願者都是幫忙 製造無人機 有些還是自願者 這個 Bacchus無人機的 小尺寸 因為它是小型無人機 意味著 它的戰鬥流力有限,但它是多 因為它只可以是 負載3.5企主席 最遠就是5公里 所以 用在 射烏克蘭 裝甲和防禦公司的大型無人機 紐葉刀 其實是沒有辦法給的 還有伊朗那種 沙克德也沒有辦法給的 它更加適用於 向一些 行動在地面的軍事人員動手 因為它是小型 但是 大規模生產Bacchus無人機 兩個字方便 便利性 令俄羅斯有了大量的 工具在手 其實這間麵包廠已經生產了 8架的 仿製品 極大程度 提高了俄羅斯 它是8架仿製品 給那些工人 看著它怎麽做 怎麽做得像 不是像是合格 亦是 大家有了參照之下更加快 的確是起到作用 這也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人多 所以你說 你俄軍 勢如破竹 給這個烏軍 當然俄軍也沒有勢如破竹 但是他們趕不走 所以現在 西方的專家也說 即使像Bacchus 這些無人機 這麼簡單 這麼低成本的軍備 亦都跟俄羅斯的高科技 軍事產品一樣 它都是依賴外國的組件 唯一的方法 就是 堵塞漏洞 怎樣堵塞呢 不給中國的打印機 3D打印機 但俄羅斯也會自己製造 是嗎 這個唯一是俄羅斯的東西 原來最有趣的是 貼紙是它自己製造的 其他有其他盟友 所以 台媒和西媒說它被孤立 孤立 其他國家的零部件 無人機 簡單設計和規格意味著 你很難追蹤到供應鏈 所以你就說 他們也沒有證據證明 那些3D打印機來自中國 所以你怎麼說呢 坦波夫麵包廠和一間 生產無人機的附屬公司 其實 他們在俄羅斯海關的紀錄是零的 那你怎麼追蹤呢 中國的3D打印機 他們說也很難追蹤 因為他們的零件通常是單獨發貨的 就是說 他們說 他們不是整部 賣的 一塊塊零件 等你又是自己組裝 但是 他們就說是中國 我們再說一次 他們說是中國 不知道是否中國 可能是老屈 是吧 但是如果你說 來自中國的成本 是否便宜 而且你很難說 他們用在軍事為我買零件 不可以 那你自己陷入 是吧 當然自從俄羅斯近兩年 其實現在一月 下個月就真的 在三個年頭 即是滿兩年 在TG上 俄羅斯 FPV無人機的 一些論壇也出現了 很搞笑 他就說出現了 三間中國3D打印機公司 的名字 這樣你就可以屈 雖然美國的制裁 可能會限制 意向 這些公司意向 但是 其實 實質作用沒有什麼 你制裁麵包廠 你制裁不了他的 因為那些 你制裁的麵包 但是他的 原材料 那些 農業原材料 來自俄羅斯本土 麵包他也不燒往國外 他自己吃的 其實說真的 他也是做過姿態 是不是 所以你說西方 是不是有時候 都做過姿態 他也一樣 不是 制裁麵包廠也挺好笑的 為什麼不買他的麵包 對什麼資金 他沒有出口 買什麼 他沒有這個規模 對 不過這樣 不單止麵包廠 澤利斯基也說 現在 朝鮮 被西方說他提供軍備給俄羅斯 澤利斯基說他們生產方法不太現代化 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 他已經令到你一副 如果他真是現代化 豈不是更糟糕 他要一個糧 他符合到的糧便可以 是的 五口徑炮彈 其實 你有多現代化 他要工量大 現在我說 歐盟西方全部很現代化 你的糧夠不夠 生產了三成 是的 原來 烏克蘭哈爾科夫地區的 檢察 辦公室 他們也進一步證實 證明俄羅斯使用的是朝鮮提供的 導彈 因為導彈的碎片 應該是朝鮮生產的 因為 上個星期 他就是狂轟 哈爾科夫 令到很不幸地兩人離世 六十多人受傷 這是2022年大規模軍事行動以來 最大規模的 導彈和無人機攻勢 所以無人機多重要呢 2006年首次試驗 你知道當時他們是核事 朝鮮一直 都在聯合國的 武器禁運營之下 而俄羅斯 當然 俄羅斯肯定叫朝鮮生產 就算是 他兩大 你笑他也沒用 是的 你笑他就看得自己無能 是嗎 你笑他很落後 我們才是現代化 你現代化的生產量不夠呢 他就說 他撿了一些 導彈的碎片 他說 生產方式不現代化 跟我們之前在哈爾科夫 被動手的那些 是有偏差 這些導彈和朝鮮一枚導彈相似 所以就說他在朝鮮製造 但你不要忘記他兩大 其實始終他都射中你一點也大問題 他們也承認 因為他的量比較大 這就是為什麼 俄羅斯要朝鮮幫忙生產 廢話 因為他是量大 他就是量大 你們就是不夠量而已 是嗎 今次直播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